詞曲 李宗盛 畫畫的時候 那個狀態是很輕鬆的 而且完全放空了 可以將人 imperson whose face 這狀態是很棒的 我擅長做的就是畫畫為主的項目 大型畫面 長畫、鐵閘畫 我自己做的項目都是跟社區有關係 道具製作跟手工的界線有些模糊 但如何把它和劇本融入 變成一件可以在台上用的東西 怎樣去玩物料成為我的作品 或者怎樣去觀察物料 其實我們有時出家去找材料 其實我未必知道自己要買什麼 可能是我想找一件圓形有很多洞的東西 這樣去外出想 周圍走的時候 到底燒烤網好些 還是一個燒機好些 然後我就會判斷想像 這個又硬硬的 又好像很容易去做一些接觸 我就會這樣去選擇 可能最後是去了一個雜貨店 找到一個關於廁所的工具 然後就用來變成我想要的道具的其中一部分 好玩的地方是 每一次你改造的做法 或者是換其他材料 其實你很知道自己想解決一個是什麼問題 所以你做得到的話 你會覺得真的那件一定會比舊的款式 那個滿足感是很好玩的 所以我想將這件事 都去介紹給今次這個班的同學生 小學生來說可能他不太知道 我有什麼材料可以變成道具 我很想跟他們分清楚 我們不是做手工 是做一件事有故事性 不斷地叫他們去創作一些故事 暫時都是畫了一些很手高的東西 例如未來車、未來的機械臂 如果直接教他做一個機械臂的方法 其實是很簡單的 糖都可以很容易去到的 但因為要他想多一點 為什麼你這個手臂是要這樣做 為什麼他的形狀是這樣 是軟的 為什麼他有指甲那麼尖 這些東西才是最重要 他才可以告訴我 他那個道具 最後為什麼出來了是這個樣子 即使他做出來的東西漏漏也好 可能很容易爛 但因為他自己想做什麼 他很懂得問我問題 因為他很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所以他的問題會問得很實正 我會知道怎樣去教他 譬如我想要那個翼上面有兩支炮彈 那我就說 你貼兩支飲管就貼了 不是的 我不是要這樣的款式炮彈 我是要他會轉的 炮彈360度攻擊人 那我就要跟他談一下 到底你那個轉是要轉到怎樣 可能對最後他純粹是貼一條膠紙 因為膠紙鬆鬆的 所以他可以轉到 但他已經很滿足了 因為那個效果才是他最想要的 就不是說我貼得很穩陣 實到他動不了 所以學生自己主導那個作品的成果 有一個這麼輕鬆的狀態之下 他就會願意跟你分享 他真的想想那件事 而他真的做到他的時候 那件事他真的喜歡 他就會玩得開心很多 畫畫的時候會給我一種 很自由自在的狀態 很輕鬆 我想畫什麼都可以 我很想在那班那裏 那些同學創作的時候 都有這一種的感覺 就是我在畫紙裡的空間是屬於他們 他喜歡畫什麼都可以 不會想畫畫是否漂亮 交給老師會有什麼評語 這個是最好的狀態 對他們來說 其實我應該要讓位置給他發揮 今天不是說一個考試 是怎樣用紙用出神入化 就是那件事 而是他真的可以用我教的技巧 去表達到他的想法 才是最重要的 最後學生做出來的東西 可能未必是這麼實用 真的用得到 但在一個整的過程之中 他有思考 想過這件事是應該怎樣去做的 也都嘗試了不同的物料 有什麼物料是適合用 或者原來有什麼物料是不成功的 在他整的過程之中 他不斷地去思考 到底有不同的方法 去找資料 這類的過程 才是那件事最重要的地方 才可以的 胡編 又不願意 噓 又不愧 又不愧 是